走下飞机 贺锦丽备战11号辩论 而他与川普两人对乌克兰策略 势必成为一大焦点 乌克兰民众也持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美国立场将影响西方各国 挺务力道 8月底贺锦丽就站稳立场 直言力挺乌克兰与北约 因此有分析师认为 贺锦丽在本次辩论中 会延续拜登时期策略 持续军援乌克兰 但也有民众担心 尽管拜登政府军援十分慷慨 但速度不够快是一大问题 另一头川普发言不改狂人本色 川普更喊出24小时内让俄乌停火 尽管备受质疑 但也展现川普深信 解决俄乌战争已早不宜迟 却也引发担忧 这样的态度反而可能会让俄罗斯 在和谈中占上风 恐怕让乌克兰与北约各国 死守两年半立场 一系崩盘 乌克兰国内人心惶惶 因为欧洲各国逐渐出现 缘无疲劳 因此美国大选 赫川两人对乌克兰策略 下一步该怎么走 引起全球关注 三连新闻参谋听报道